伴随着叙利亚战况的持续降温,在多方叙利的持续干预之下,想要战争重启,明显是不太可能了。 虽然战争不太可能,但是矛盾终究还是存在的,就比如阿法的政权,叙利亚派军武装,库尔德武装,土耳其军队,伊朗军队,俄罗斯军队,美国军队这些势力相互之间交织着的矛盾。 尽管政治环境错综复杂,但是多方势力,明显更倾向于政治谈判来解决矛盾,但是谈判就真的这么容易吗?明显不是的。 据塔斯社2月17日报道,当日叙利亚总统阿法德,在大马什格的会晤中对外表示,阿法德当局依旧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,来解决现存的叙利亚危机,但是对于外部势力通过地区带领人,来试图干涉叙利亚内政的行为,是坚决不会允许的。 因为政治谈判所可能获协的危机,甚至不亚举有一场全面战争。 而这个所谓的外部势力,实际上就是直指北约强国土耳其。 在过去的八年内战时间里,叙利亚叛军先后受到了以色列、美国、土耳其的支持,而战争打到今日,土耳其已经成功上位成叙利亚叛军的幕后操纵者。 尽管有少部分的激进叛军组织不定指挥,但是,整体上而言影响不大。 而在近期的绝利亚和平谈判中,按照联合国的要求,阿萨的政府当局和绝利亚叛军当局,将各叛50名代表与其他民间代表组成150人的委员会。 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中,土耳其方面不仅通过去, 利亚叛军拉取代表人数,还从民间代表的50个名额中,疯狂按插其势力,而这便是阿萨的政府所抨击的重要理由。 是想一个国家联系把委员会都被其他国家架空,对于绝利亚而言,到底是好是坏上且不齐。 对于曾经的绝利亚掌权者阿萨的政权而言,绝对是一个坏消息。 土耳其通过政治手段渗透绝利亚,相信阿萨的政府也不会坐以待地。 一方面,阿萨的政府也在试图拉拢更多的委员会成员名额,以便在未来的委员会里,与金土势力较量一二。 而另一方面,阿萨的政府可能会接纳被美国抛弃的库尔德武装,加强对土耳其的军事筹码。 中东强国土耳其插足绝利亚局势,试图控制绝利亚的未来,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意图。 但是这种称人之威,架空别国主权的行为,确实是有点不太道德。 而如果政治协商盘崩了,那么新的绝利亚内战,未尝没有重新爆发的可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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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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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